在萨拉越的第一天 我们逛过了古镜的老街 然后又吃了萨拉越拉萨 红豆冰等等的美食 除此之外 我还搭了游艇吹吹风 看看古镜的美景 这一集继续在古镜享用各种的食物 当然还要走上街寻猫去 影片还没开始前 记得要订阅按铃铛 点赞和分享出去哦 祝君早安 早起的意义在于 我饿了 一觉醒来 以为自己长高了 原来是被子盖横了 不是说好了不装逼了吗 为什么你不争气 我说你除了吃 还知道什么 你说还会饿 什么趁年轻就要疯狂 老了也一样嘛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阿坎TV 今天是我在萨拉越古镜的第二天 然后今天早上呢 就特地来到这一个 美达娘家 正确来讲呢 还是叫做美达娘家沙托 它是一个菜市籍 就是他们当地人的一个市集 然后呢就走进这个市集呢 来看看里面 有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看一下人家的市集呢 是怎么样的 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它真的是很大 可以看到呢 它分为 block A B C D E 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多少个station 多少个block 但是呢现在就进去里面走 就是他们的这个菜市集呢 是有分类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走进去啦 OK这个就是他们的市场啦 这个是叫做牛角 牛角椒 好像很多都还没有开 还是它就是这个这样子的档口 我不懂啦 但是这个section呢是卖水果的 可以看到有卖菜的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市集是怎样的啦 这个是哪里面的水果呢 Berimbing Sarawak Berimbing Sarawak Berimbing Sarawak 这个是Berimbing Sarawak 是一种很特别的水果 我们那边没有没有见过的 这个很好吃 试看它的味道啊 OK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拔出来呢 里面的肉呢是白色的 哈哈哈 这个味道真的是 不错 酸甜酸甜 酸甜好吃 然后里面有一颗的种子 它开起来呢 好像那个Monties的山竹的样子 真的是小颗的 但是里面这一颗种子要秃掉哦 所以说来到这个市集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呢 你可以探索各种各样 你没有见过的这个婆罗州的水果 跟一些食物 现在呢就尝试了这一种 叫做什么Berimbing的这一种的果 然后呢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水果这种是我没有香味的 现在我走进来Block B 这个地方呢是卖鱼 他们的鱼呢就一条条这样子摆 很整齐哦 我发现到他们的这一个菜市集呢 是非常有organized的 A的那个地方呢很多水果 然后B的这个地方呢就很多的海鲜 这是卖鱼的 然后呢这里呢就是全部卖鸡的 所以为什么要走市集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人的生活 是如何的 这里呢是卖打架鱼的 然后一些养的鱼 然后再往前走呢 这里又是一条露天的这一个市集 然后呢卖的都是水果 然后这里呢又是另外一个section 这个section呢就比较多 也是这一种的蔬菜水果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集 卖的东西跟我们呢也是差不多啦 然后呢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有季节性的 所以呢就没有看到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走市集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是应该要来走一走的 看一看当地人是如何做买卖的 菜市场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看下一个点去哪里啦 因为看到很多人排队在买 所以呢我们也买来试 嗯还很热 它吃起来呢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要形容的话 在味道上呢是有点像我们的年糕的味道 但是口感呢是 嗯 我不懂得怎么说 暖暖的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现在呢我们去吃早餐 然后早餐呢要在这个雅达街里面解决 这一街呢就是叫做阳春台 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吃我们的早餐 哇很多人呃里面 这里呢出名的它的这个猪肉的sate Sarawak Laksa 这一杯呢是Sarawak的三色奶茶 我以为会很甜的 结果呢没有我想象中的甜哦 冬粉鱼碗 这一些鱼碗呢是自制的 这一个呢就是他们自己酿的豆腐 然后呢里面呢有一些肉 真的是鱼碗类的 鱼碗好吃 这个是Sarawak Laksa Sarawak Laksa呢比昨天我们吃的那个更好吃 味道更香 这一碗呢就是姜丝鸡 味道是很够啦 好吃 鸡饺也是这里的烧牌 味道呢有点像肉骨茶的味道 也不错吃 OK现在我要开餐了 不和大家说那么多了 这个阳春台的Sarawak Laksa呢 真的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OK今天的这个午餐呢 我们就来到这一间叫做 Cantine at the Granary 我是在网络上找到它 然后呢就 OK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它有一些什么东西 整个概念呢有点像这个工厂 工业式的这个餐厅 很热闹 环境真的是很不错 OK这个是Cantine Krabu 这个是Nanasi Nanasi呢就是一道黄梨炒饭 Super dry的 是干的这个Laksa 然后今天呢我们去点了一份的 跟着一个Cantine Krabu来吃 胡辣Apple Chicken Satay Sotong Baka 因为早餐已经吃的太饱了 只能够叫几分 然后一起的share 这里的饮料呢也是蛮特别的 然后呢Sarawak Desi Special 跟着一个Tasit Biru Per Milk Tea 就是这一个蝶豆花的奶茶 如果我们不想喝这些奶茶咖啡的话呢 你可以点这个Honey Sea Coconut Crush 就是海底椰冰沙啦 如果你连海底椰冰沙都觉得很甜的话呢 你可以点这一份Lemongrass Bandan 我就点了这个Lemongrass Bandan来喝啦 喝一口呢让我感觉到我好像回到曼谷了 它就很曼谷的味道 就是这个Lemongrass和Bandan的味道 非常消暑 清清凉凉的 不会太甜 OK 这个呢就是 Cula Apong Chicken Satay 什么是Cula Apong 那天已经讲了 有人跟我讲说呢Cula Apong 就是黑糖 就是一种的糖 嗯 它上面呢是有一层的这个 酱料 薄薄一层的酱料来腌制它 非常入味 带甜 香料的味道 我推荐好吃 Sotong Baka 一定要配上它的这个特制的酱料 带一点点辣 酸甜酸甜的 很开胃 Nasi Krabu Cantine Krabu 腌得很入味 然后要搭配这个脆脆脆的这一些 配料来吃 很特别 它的这个配料 推荐这个好吃 我们现在继续吃了 等一时再聊哦 Cula Apong Cube City这里呢 好像是有三只猫 所以我们看今天有没有办法 把这三只猫呢 都拍下来 这里的食物呢 整体上来说呢 以咖啡的水准来说呢 的确是不错的 是好吃的 而且呢 也是一个很适合拍照 打卡的地方 OK Let's go 经过这个地方 它叫做黑豆子咖啡 还没有到这间咖啡馆之前呢 已经嗅到它的那一个咖啡箱了 所以我们进来呢 就买一些咖啡粉回去 然后随时都可以喝到这个 Sarawak的咖啡啦 现在我来到这个 Sunkinghai饮食中心 但是呢 现在我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从这里呢 走到去这一个 Kuching的那个雕像 就是那个猫的雕像 这条街呢 其实有不少的东西的 就是从那个Google map 上面来看呢 它是有不少的店 所以我们也从这里走一走 看一看这条街 猫的雕像呢 就在后面那一边 那一只呢 是白色的猫 然后呢 这里呢 又躲了另外一只 这一只呢 是黑白灰 我身后这一只呢 就是黑白猫啦 现在要去找第三只猫 也是最有代表性的那一只猫 我已经走回来这个Sunkinghai的饮食中心 喝一杯的这个甘蔗椰水 网上呢就说呢 这一个甘蔗椰子水呢 是很好喝的 所以就浇了一杯 然后另外呢 我又浇了这一个Bali Coconut 来喝 这个Bali Coconut呢 味道呢 不是很重哦 相比起这一个甘蔗Coconut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甘蔗Coconut会比较好喝 就是这样子啦 刚刚呢 已经喝过了这个椰子 椰子甘蔗水了 现在呢 要去找第三只猫 第三只猫呢 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因为呢 停车的地方呢 就很限制 从我这个方向看呢 其实是那个猫的背后来的 那两只猫 猫就在我的后面 Budging 这里这几只猫呢 就是Budging的 主要的地标之一 也就是那三座猫里面呢 最大的一座 OK 我已经回到来酒店了 今天呢 就很充分的使用这一天 就从早上就一直逛到现在的四点半 然后回到酒店这里呢 要去休息一下 休息两个小时吧 然后就出去吃晚餐 然后这个晚餐呢 是要吃这个他们当地人的原住民的料理 所以我们就等一下见吧 好累哦 OK 现在呢 已经到了这个晚餐的地方 叫做乐报 他吃的是原住民料理 Let's go 我们呢 已经定位了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乐报 而且他拿过几样的哦 拿过Malaysia Tourism Award 他的这个面包里面呢 全部都是自来的 是没有照片给你看的 现在是有点累啦 所以呢 就先点菜 然后等一下再和大家聊 这一餐呢 我们一空点了四道菜 包括一人一份这一种的米饭 这个是什么米饭呢 它的名字呢 是叫 Purper Barrio Rice 开起来呢 它是紫米 很香 这个叶子的味道 这个牛肉呢 我们叫了这个 Sarawak Chili Pepper Beef 还有胡椒味道很重 好吃 很开胃 鸡肉方面呢 我们就叫了一个 Sarawak必点的 这个signature的食物 是叫做 Kachang Ma Chicken Kachang Ma 它有这样的味道 整体上来讲 我觉得它很中式 而且呢 好吃 很配饭 鱼方面呢 我们就叫了一个 Fiona Turbos Fish 吃起来呢 甜酸甜酸的 又不像我们的甜酸酱 味道是好吃的 这些菜呢 都是我第一次吃 所以不懂得要如何去形容它 就是一种很熟悉 但是又很陌生的一种 感觉 蔬菜方面呢 我们就叫了一个 Dawun Udi Goring with Turbos 什么是Turbos呢 它讲是 这里的一种姜 所以我也不确定 到底它是什么东西 这个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菜啦 原来它把它那个菜呢 就 切成非常细来炒哦 Dawun Ubi是 番薯与番薯叶吧 很熟悉的味道 还蛮好吃的 整体上来讲呢 这四道菜呢 我个人都很喜欢 因为第一 它味道比较重一点 然后呢 非常下饭 真的好吃 这个小小样的东西呢 就是应该是叫做 Turbos了 Google上找了一下 像是姜 这样子的东西哈 它长相呢 是有点像 Lemongrass的 然后我又看到说呢 在沙巴呢 他们是叫做都号 如果是都号的话呢 我就吃过了 我在沙巴有吃过都号 果然 我觉得它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 这个Turbos是不是都号 因为它这个东西呢 它有一种种 臭虫的味道的 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而且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 接受不到这个味道 这是我在沙拉瓦 三天里面呢 吃得最满意的一餐 因为非常合我的口味 整体上来讲呢 来讲呢 我觉得这里的食物的味道呢 很合我的口味 所以呢 值得介绍给大家 这一间Lepau Restaurant 好 就是这样子啦 这一餐 完美